Hello,大家好,我是阿萌 今天继续再跟大家聊一起 关于柴静的纪录片《陌生人》 它的第一集已经上线更新了 我看完之后还是挺有感触和感想的 所以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完之后我觉得 第一,它解答了我在前两期视频的一个疑惑 既然你是一个六集的 可能是第一季的一个纪录片 如果是一个这么优秀的一个纪录片的作品 为什么不做一个前期的预热和宣发 为什么不把它找 怎么说呢 找大厂把它卖掉 或者说这个是怎么样来运营的 这个事情我一直没搞明白 因为我觉得从建立账号呀 包括前期的铺设内容之类的 都没有花太多的心思 然后我就发现说 上线第一季之后 我就发现它好像并不是真的 就是想要让这个纪录片 有非常非常大的声量 或者说 它其实就是想靠一个口碑和自然量 把它给 怎么说呢 酒香不怕 巷子深吧 这个纪录片的六集 可能最终导向的是大家希望它能去买它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文字和书籍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纪录片基本上第一集看了的时候这个全程都是柴静本人的这个VO铺在这个背景之后 然后它的一个缓缓的一个叙述的方式 当然这也是它最拿手的一个storytelling的一个方式啊 我觉得这就是属于柴静的纪录片 对吧 它做纪录片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我认为这个纪录片啊 跟大家所想象的某个所谓纪录电影 这种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像是一种央视出来的记者非常擅长的一种新闻调查 片或者是新闻专题片 那有点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而不是所谓的一个 记录片或者是记录电影跟那个好像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新闻彩写和调查这个方面啊 我觉得已经是尽柴静之所能做到非常的详实可靠 他采用了大量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 以及他本人亲自走到这种自杀式袭击发生的地方去采访邻居啊 他能够rich到的各种各样的资源 当然如果能有第一手的他跟恐怖分子之间的这么一个交流的话 当然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后期会不会有啊 他已经以一个专业记者的一个能力而去采访到他所有的 他能rich到的一个信源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可能作为这个新闻调查片上面 我觉得是完完全全是说的过去是ok的 但是如果从一个记录电影记录片的这个要求啊 要求他更有一些艺术性和美感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并不是他想做的方向 也不是我们要的一个预期 所以说在没看的时候 我觉得先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是这样啊 然后第二呢让我觉得非常震撼我的一个感 一个感受就是一个 即将要一个要卸甲归田的一个新闻工作者 在中国不容于体制内 然后来到了异国他乡本来可能想过着相夫教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位女性 本来可能那样的一个路线可能会让他的皱纹长得少一点 会让他的这个心情更美好一点 但是没有办法他还是拿起了他的这个武器 也就是笔杆子对吧 也就是这个他的专业技能 就像他在这个画面里面的说啊 说那个就是一个叫哈维的小孩的父亲说 我想调查真相 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我没有这个专业能力 那谁是有这个专业能力的人 对吧 但那个时候就会有会有一个call in在心中 我是那个有专业能力的人 所以说这一点是他解答了我的疑惑 就是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片子啊 以一个已经其实已经算功成名就 已经可以这个 让自己的后半生过得还比较潇洒和愉快的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又要趟这个浑水为什么要去这么做 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新闻人的一个热情和一个张力和一个内涵在心里面的 而这个东西是任何东西都压抑不下去的 就任何时候给给你一个小火苗 你哗啦啦就就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学过新闻这个学科当过新闻人 做过几年调查记者人应该都有这么一个都有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他会他有的时候会像一个束缚和枷锁 那有的时候也会像是你通往某种自由的一种 一种未知的一个道路或者说就是宿命 对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言传了 然后呢第三呢我比较有感同身受的一点 就是柴静在这个片子里面多次提到了 就是说他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些恐怖分子啊 一个一个看起来都是挺正常的人 非常decent的人 有的人可能就是在欧洲养育起来的二代 不是那种穷困潦倒的 就是特别不堪 有的受着良好的教育 然后受着现代的主流的这种娱乐文化的滋养和熏陶 然后这个而且都是有的人收入是很高的 他们为什么会走向这样的道路啊 这是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在这一点啊 因为阿蒙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就是他抓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的实质 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恐怖分子 什么样的人是恐怖分子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知道恐怖分子他可能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但他是什么 提出了这个难以解答的这个问题 我就想起来我在研究生时候的这个研究生的论文写的就是 而写的是呃女女性的人体炸弹的这个 这个宿泰宝门这个话题 所以我对整个的这个恐怖主义这个事情是有先天的这个 就是他是我想要解解答的一个疑问 但是如果我当时如果有这么强的能能力的话 能够去做一些田野调调查的话 而不是在图书馆里面 读个几本书东拼西凑 能把这个论文给他完成了就不错 那样一个状态那就更好了 所以我觉得呃柴晶他可能帮我实现了我想去做的一些事情啊 然后我也希望能从他的这个技术片里面 得到一些我当时只在书本里面得到的 或者说我自己得出的某种答案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到底对不对是吧 就这样 然后我觉得多插一句啊 就是我当时在写着就是 为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女性人肉肉体炸弹的 人肉炸弹的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那个有一些女性特别是伊拉克 或者是这个就是中东那边穆斯林那些女性啊 她们大多数都是 嗯怎么说呢 就是身体或者是精神很不健全的啊 有的是可能是受过受过虐待啊 或者说有过一些人生污点的 或者说怀孕的 或者说流产的 或者说是不能怀孕的 都有一些多多少少的一些心里面很压抑的一些东西 而且另外呢 就是她对这个社会的一些改变 或者说对于她的一些不公是有 是有一些憎恨的 所以说她的这种憎恨是可以引领到一定的地方的啊 另外就是女性的人肉炸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女性都是大黑袍子 然后女性的腹部和身体又是不能男性去搜查和触碰的 所以她们非常好容易去hire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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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门 所以缠在这个上面啊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是我仅仅有一点点的当时一点点小小回忆了 因为当时也是研究出论文嘛 没有做的那么那么详实和可靠 当然我现在而言我依旧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话题 对然后这个是查开一笔啊 然后再来说回来呃 看了财经这个纪录片 另外我感感受颇深的一点 就是说她在这个纪录片里面说这些人呃 那些不管是开着车去撞人的人 还是说拿着斧子就是无无差别去砍人的人 还是说要去怎么样的人呃 那些恐怖分子所去伤害的那些无无辜百姓 其实对于他而言都是一个一个陌生人 你都不认识他们 你又不恨他们 你不是不是那种报复 就是你为什么要去无差别的去杀他们的时候 就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难道不就是财经本人 在中国的这么一个写照吗 其实很多人大多数人私下里不认识财经 对吧私下里都也不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被一个舆论一个封口一带一个形象 马上就拿起斧子拿起有的拿起键盘 对吧有的在这个网上面的战争也是一场恶战 口诛笔伐足够把一个人就是精神拖拖款 线下不是一样吗对吧 就是像这种开着一个车 哇在一个街口 不知道他们是谁 哇转过去的事情还少吗 就是为什么那些伤人的人 要对于一个他生命中根本不认识的一个陌生人 去行凶对吧 财经作为在中国也是一个 很多人去伤害财经 包括现在都还在说啊 现在还会有人对财经有莫大的一个恶意 对吧 就是来自这个陌生人的恶意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把对自己的一些不公和一些个人遭遇的一些人生际遇的一些变化 寄托到了这个纪录片里面 想从他进行的这样的这个事情之中来寻找某种答案 然后让自己的人生也得到开解 这个是我能再理解到他的一个层面 另外呢 我觉得这个纪录片我觉得还值得大家一直一直一路跟下去 一路追下去的原因就是 他说了他关注的是新闻里面的每一个人 也就是说他把笔触或者说他把焦点或者镜头对准的是 每一个在后面行凶的那些制造炸弹 或者说去进行无差别攻击人或者是恐怖分子 把他们的人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名有姓 他们到底是谁的儿子 在哪里上学经历过什么 他们的人生是怎么样 把这些人的故事挖出来还原在了每一个人的前面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 在于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接 这只接受中国的媒体殉道散发出来内容的人 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每一次当你遇到听说某一个恶性事件 对吧 在这个我觉得这个恐怖主义 恐怖分子这个东西跟宗教毫无关系啊 它是某种价值观 对吧 你叉叉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中间产生了对撞和冲突 在这个冲突感下面而产生的某种激烈的暴力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才是所谓的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不是只在欧洲有中东有美国有什么 我觉得everywhere对吧 就是这些东西对吧 一个马路街头对吧 就随时开个车乌乌转过去死十个八个 这事去年在中国没少发生吧 对吧 但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发生完之后 每一个受众能看到的只是蓝底白字 而且那个人名字叫啥你都不知道 刘某某男对吧 51岁 开着一个宝马车 这是对他所有的一个形容 就是对他所有的标签和符号 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 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权利和能力和本事 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他们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 他们心中 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恨意 为什么他们对陌生人有这么大的恨意 为什么 因为没有这样的新闻途径和报道 来把这个东西给彰显出来 能让大家知道他们背后的故事 所以这个恐怖的这个东西 才会一再一再的延续延续 因为没有人去了解去探讨 探讨之后发生 然后让这个东西从一个社会层面 就让它消解 对吧 就是对 所以我觉得我说这个你们应该能明白 我想说的是啥吧 对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阿蒙想跟大家分享的 一来就是柴静的这个纪录片 我觉得大家值得 在2334的一集一集追下去 我觉得是有点东西 有点内容的 第二呢 我觉得我能够从通过看他的纪录片 来跟这个作者本人去共情 因为这个就是属于他的纪录片 换一个人再写 再写这个恐怖主义 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拍法和 讲法那就是属于他的 那么我觉得大家可能能通过 他说的这个纪录片的这个事情 关注到的纪录片里面的这些 这些人和事 来探究柴静这个人的内心 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神秘的 一个存在 是吧 就是他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到包括穷顶之下之后的人生 也是不为不为外人道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不妨 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推特 因为我不知道他推特 是不是本人在在运营 但是他的这个纪录片的这个底下 是不让评论的 这点我觉得微微有点可惜 因为评论这个东西 它不光是每一个人 单向的抒发自己的一个想法 评论底下还有别人的一个评论 它会形成一个 topic的一个阵地 大家都能在上面去二创一些内容 我觉得这个可能基于纪录片 底下会更有很大的价值 然后我也希望 很多人看了这纪录片之后 也能像阿萌这样录一些视频 来跟大家分享吧 就当是review 观后感也罢都可以 好吧 然后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收听 然后也希望 大家为阿萌来点赞和转发吧 订阅 然后说真话不容易 坚持也很不容易的 谢谢大家 拜拜